巴基斯坦官员正在调查一个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的过境点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 那么这起爆炸造成至少16辆为北约部队运送补给和燃油的车辆被烧毁 警方怀疑星期一晚间在巴鲁齐斯坦省的查曼过境点 一枚安装在一辆油罐车底部的炸弹爆炸引起大火 随后殃及到周围其他卡车 有消息说至少一人在事件中受伤 数百辆卡车滞留在巴基斯坦一侧的过境地区 其中许多卡车载有北约部队的补给 查曼过境点已经关闭两天 原因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海关官员在检查货物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论